这两个方案都很不错 相较而言 美丽安赖 更能让人看它的功能性 以及对秀我用户需求的延展 美丽安赖是一个好项目 但作为SG最重要的项目 我认为闺蜜星球更合适 徐总 就这么决定了 散会 现在大家手里拿着的 就是我们运营部 进入复赛赐词的两个方案 分别是由美琪和夏颜完成 这两个方案我和薛总 都已经看过了 今天来开这个会 今天来开这个会 主要是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主要是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美丽安赖 这是一个主打时尚女性的 闲置物品交易平台 对 我在做方案之前 对女性化妆品相关 做过市场调查 因为网红效益 女性在购买化妆品 和护肤品的时候 越来越倾向于 网上做好功课 便直接下单 但是由于每个人的 肤质不同 适合大家的 未必就是适合自己的 所以就会出现 甲脂蜜糖 以至披霜的情况 那么问题就产生了 化妆品一旦拆封使用过 就没有办法退货 花了钱囤了很多 根本用不上的护肤品 可是现在二手交易平台 那么多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 置换自己的闲置化妆品 你的提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所以我们美丽网线 最大的亮点就是 我们将推出最强鉴定团 我们将提出存疑的 化妆品 护肤品 奢侈品 进行免费的鉴定 如果大家对美丽网线 没有任何疑惑的话 我们来聊一聊闺蜜星球 社交软件 现在市面上的社交软件 不是已经很多了吗 的确 现在市场上的社交软件 并不少 但这并不代表 我们就要放弃这一块 相反 这正好认重了市场的需求 如果我们可以挖掘垂直领域 抓准细分用户 我觉得值得一试 普通的社交应用 已经囊括了所有的 用户层 我们还有深挖的必要吗 所以我们就要在功能上 进行创新 我是网易云音乐的 深度用户 平时听歌的时候 我就喜欢刷评论 可以分享听歌感受的平台 有那么多 为什么还有大批的用户 喜欢在网易云音乐上面 刷热评呢 因为同号聚集 对 同号 只有在这里 你可以找到 跟你在同一个深夜 聆听同一首歌 感受共鸣 聚焦闺蜜 一般的好友趣功能 还不够吗 如果是想打造 全名闺蜜的话 的确不够 女生在一起 平常讨论的会是什么 就是分享 大家喜欢分享 最新的口红色号 最新买的衣服 最近的感情观 爱情观 他们可以通过六人定律 构建起自己的一个星球 这也就是 《闺蜜星球》 这个名字的由来 秀我 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 女性时尚购物平台了 还有必要花大力气去做社区吗 相比较而言 我觉得 《闺蜜星球》更适合秀我 接下来的发展 可是 《闺蜜星球》如果真的做出来了 一个庞大的社区流量 对秀我的作用可是没法比的 而且还能大幅提升秀我的用户年度 你看 王渝音音乐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吗 可是《闺蜜星球》同样可以引流啊 现在大家两份方案都已经看过了 你们觉得哪一个更好 我觉得 《闺蜜星球》吧 虽然挺有想法的 而且看上去生活 音乐各个方面也包容得挺多的 但是 就是想法挺好 羽绝势你会 covariance吗 我根本下有untu michgood 竟然离 dich兰星界 不知道 还有吗 哎呀 原来 digamos 也还很多 你会依然 更的 我认为闺蜜星球更合适 许总 就这么决定了 散会 这个提案我已经和管理层 开会确认过了 项目是你提出来的 就由你从头开始负责 给你五个人的名额 组建自己的团队 任你自己选 以后关于闺蜜星球的任何事情 可以直接找我 我 怎么 没信心啊 不是 两天的时间和产品组 把细节讨论出来 尽快进入开发阶段 能做到吗 能 加油 这么快公告就出来了 什么公告 下延的闺蜜星球 定下来了 这么快就定下来了 刚才许总和薛老大 差点吵起来 谁吵起来 就因为这件事吗 薛老大还是觉得你的方案更好 可许总坚持要开发闺蜜星球 说是美丽网线可以作为补充内容 加入到秀我新的三点零版本中 可是闺蜜星球 涉及到SG时尚事业群 下阶段的资源整合 必须马上开发 这点啊 没得商量 那还说什么了 我听总经办的人说 说许总当着董事长的面 立了军令状 他个人对闺蜜星球负责 说是闺蜜星球上线一个月 一定会做到注册用户 我千万 新的社交网站啊 一个月就要达到千万 这也太狠了吧 就是嘛 总监 许总那边让我挑五个人 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 许总已经跟我说过了 以后你的事情 直接向他汇报 不用问我 可是有些同事 他们手头有要紧的工作 我怕突然抽走了 会给总监你这边带来麻烦 就算有麻烦 那也是我的事 你不要自己的团队 还没有建立好 就开始操心我 好 我明白了 那我先出去了 把门带上 不顾撤人呢 产品的细节 我和同事们已经梳理出来了 还有 阿咪星球项目组的小组成员命代 也拧定好了 爱美也入学了 你自己点的冰 自己要负责代华 我会的 谢谢你 最近这个词出现的频率 是不是有些高了 我反而觉得有点不太适宜 谢我什么 方案啊 谢谢你的肯定 不让一份有价值的方案被埋没 是我的值得所在 至于它的价值要怎么体现 还是得看你自己 如果你要谢我的话 我是不会拒绝的 只是 我这个人比较实在 这上嘴唇碰下嘴唇 轻飘飘的两个字 对我毫无疑 我今天早上 刚给你打过钱的 昨天晚上项目奖金刚发下来 今天早上我就收到了 两万块钱转账 这不明就里的人 还以为我在寻思 故意让你拿到这笔钱 好早点还债呢 剩下的钱 我会尽快还的 你自己安排好吧 我要是总说不及的话 你肯定又要以为 我意有所图 徐总 这次是我意有所图 运营部的末位淘汰制 可不可以考虑取消啊 迪优 运营部有很多项目 需要团队的协力 才能完成得更出色 这种制度 虽然加强了竞争氛围 但总给员工一种身后有狼在追 不得不全力奔跑的危机感 搞得员工之间 都有所忌惮 不得不仓死 比如呢 比如我身边有的员工 最近可能陷入了项目的瓶颈期 而我正好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但这项目呢又不是我的项目 那你说我是出手相助 还是视而不见啊 反正他完不成任务 正好解除了我被淘汰的危机 那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选 我怎么选不重要 大家怎么选才重要 末位淘汰制 虽然筛选留下精英 但是整体的办公效率 不一定有所提升 可是这个方案 是薛总监提出来的 而且已经实施了一年 不过 你的方案我会考虑的 好 那我先出去啦 等一下 不是给你个人的 这是闺蜜星球项目组 每个人一场 公司两个月的食堂饭卡 接下来 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加班 算是公司一点小福利 拿着吧 我和我的小团队会加油的 有充满 有充满 我和你一场 我和你一场 有充满